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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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请你把货物交出来 好啊 有本事你过来拿呀 秘宗盛 果然厉害 你为什么抢我的货物 那不是你的货物 那究竟是什么 不管是什么东西 反正不是你认为的粮食 告诉我 你们究竟在搞什么鬼 这就不是你一个江湖标头需要知道的了 一个替死鬼 就应该做替死鬼该做的事情 霍元甲 江湖水深 世间人高 你笑什么 你笑什么 我笑你无知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真的相信 朝廷要你运送的只有粮食这么简单 真相 到底是什么 朝廷百万大军 那些打打闹闹的窝寇水匪之流 怎敢尽身抢劫 再说皇上的赈灾之粮 怎么会用你们这些小标具来运送 霍元甲 你闭着眼睛想一想 这种不合理的情况有可能发生吗 空有满腔爆国热情 才是你悲剧的开始 所以这霍物不是你的是我们的 那我也要搞清事情的真相 真相就是 你还没搞清真相 就已经变成了鬼 这箱子里 这就是什么毒 霍元甲 你不可能得到答案 如此机密的东西 一定要得到答案 不可能得到答案 一定要得到答案 走 你是什么人 回大人 我们来自的帝国 受你们天津府巡抚 刘汝稷大人邀请 来这边勘探河流雨山 你们这个时候出现在这里 我敢肯定也有 回大人 我们孙守大清律 寻找任何月鼓之处 也绝对没有别的目的 我还真不相信你们东洋人 没有别的目的 我们做的一切都是 坦坦荡荡大人云场 报告 海岸边上方向文人家通计 马上包一趟了 是 我不管你们是什么人 在搞清楚你们的真实身份之前 我不会放你们离开 劳烦几位 等我转开 你给黎一处是什么妖怪的 看起来 这是什么事 这些都没有人过来 老公 他们也是出这批祸害来的 是主而不复杂 要求公主只有一个办法 把箱子安全地保护起来 箱子的处事 也许你还有机会知道真相 如果让他们抢走箱子 你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 生死在你 不会有机 你 又又过来了 赶紧快去 跟他们骗了 快打一场死了 你拉牙也要练背的 慢着 你干嘛干嘛 就知道他嫁嫁 能不能都都怎么死他 你要死我还不都要死他 你个三蛋 你又犯犯犯犯 你又犯犯犯犯 那边也没人可以带到 先快去过去一下一下 好好好 走走走 快快 快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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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回忆这里面 撞的全是金子 我回忆了 这套标是什么 需要官兵来保护 还以为来都让人亏视 有点假 我们发财了 这里面肯定是金子 不对 肯定比金子更值钱 咱们只要能活着出去 结果咱们就 想不过还能活起了 不管这套标是什么 我们都要查明真相 莫言侠 你这是我初认同乡 要人 开枪 我看看他们 你什么呀 你出去 咱们都得死 咱们怎么得 咱们怎么得 得被他们打了 这下一个 开枪 我想他们要是箱子 把箱子给他们 估计就不会再睡了 这能假设得对 他们呀 只是要箱子 咱们把箱子给他们就行了 快快快 报告 前面的小坡里 发现了一个箱子 把箱子给我抬过了 让他这箱子 把箱子给我抬过了 把箱子给我抬过了 这下可以回交差了 抬头 抬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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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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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不审静音把宋天都给杀了 我们不杀他 有人会杀人 我们的任务是拿到这个箱子 来啊 打开它 什么 为什么是石头 可恶 竟然你石头骗我们 莫元甲 东西一定还在他的手上 立即返回去 追杀莫元甲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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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这么隐蔽 什么人都看不见 估计他们没那么快追上来 好 那我们就在此地暂且休息会儿 把东西打开 我都要看看 这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 哎 哎 此事事关重大 一旦知道真相 这件事情就跟我们再脱不了干系了 我们区区绞航未必能承受得起 那么多兄弟的命就这么白死了 怎么可能 那些兄弟们一直以为这趟压的是良镖 没有 可没想到遭到暗算 不管怎么样 我们一定会查出此事的真相 为他们讨回一个公道 哎 元甲先打开看看吧 咱们不知道什么东西 怎么搞些真相 我得看看这宝贝到底值多少钱 这算佛像 金风 这可不是普通的金钟 大清朝圣祖皇帝康熙在世时 由宫廷一代与工匠花了十年时间完成的真品 不是 这宝贝怎么出现在这了 这么珍贵的皇宫宝物会不会搞错了 这个肯定是纺织品吧 没见过世民 祖宫如此精美 这是货真价实的真品 王德信这个王八蛋 他竟然走出国宝 原来我们一直被利用了 王德信一直跟我们说押送的事 这粮食可没想到 他竟然偷运国宝 王德信怎么会有这个本事 能从皇宫里偷运国宝 商会与官府一直要牵扯 从皇宫里偷运东西 肯定有皇宫里的人串通好了 能这么悄无声息的 不被人察觉地运出来 他背后的人一定不简单 元甲 这次咱们要小心了 这个石头 比我们想象的还要肮脏得多 卧触得多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 不如曝光吧 曝光有什么用 这官府跟商会的关系密不可分 你想想 宝贝从哪运出来的 还是官兵来押运 这王德信这人的背景不容小觑啊 咱们要是自己去官府 这不是把自己送进监狱了吗 王德信走私国宝 卖给洋人啊 我听说 洋人特别喜欢咱们中国的这些东西 而且啊 能卖很多钱 要不咱们也把它给 要我说原假 咱不如把这东西都卖了 反正呢 也能挣很多银子 也让你们以后在江湖上 别干那些刀口舔血的事了 我看你是财迷心窍 撕到国宝 你知道是多大的罪名吗 这不光是要被砍脑袋 死后呢 还要被人戳几两股唾骂 金山银山摆在你面前 你都没有这个命花 那你说怎么办 现在要让朝廷知道 他们私运国宝中宝自囊 只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咱们现在兵分两路 元昊 你现在立刻去找刘令宇 让刘令宇 带你去找的父亲 刘汝季大人 刘汝季马上就会升任天津总督 刺客 他会借此机会 向朝廷邀上一躬 所以 他知道此事 一定不会袖手旁观 而我跟大巴脸 现在把金佛 立刻安全送到王德信手上 待他和洋人交易之时 你和刘汝季大人带兵前来 将他们一网打尽 好 这倒是个办法 元昊 你马上出发 去找刘令宇 然后带着兵马 来与我们会合 好 我呀就是我美女 这事交给我了 我现在就去 小心点 你们俩也小心啊 我们千万要把金佛保护好 不能弄丢 一旦弄丢 那我们就成为千古罪人了 这离天津港 还有那么远的路 我们不可能光天化日之下 搬回天津 外面大白天搞不好 你帮清军还会追过来 这样 我现在出去找艘船 你在这里守着 等我回来 我再来接你 放心 就算我的头丢了 这尊金佛也丢不了 我一定会把这尊金佛守好 等我回来 好 我知道你会来的 你会到这里来 我知道你会脱离危险 我也知道你会走这条路 所以我在这里等你 这么说你好神奇 因为我太了解你霍原甲了 别再装神弄鬼了 老朋友了 请上船 我已经背下了好酒 一起喝一杯 好啊 感谢你把我的货物带上了案 证明你霍原甲确实是一个守信用的人 今天你是不是把货物带过来陪我的 我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真相就是你不懂我也不可能说 我说了你也不会懂 你到底要干什么 我只能回答你 谢谢你把箱子给我带过来 快点把箱子给我吧 金佛像是怎么回事 你打开了箱子 打开了箱子 可是要被砍头的 是皇帝要砍我的头 还是你要砍我的头啊 我们是朋友 请喝酒 隔下 隔下 好功夫 来而不枉非离也 我已经隔下一杯 隔下请 也是 你很小的 她说再 hearing 这一句话 伟原甲 我们功夫相当都是浩瀚 你的内功甚至在我之上 我就不明白 你一个财练功夫到三年的新手 为何功夫如此了得 也许 我天生就适合了我 佩服 但是江湖上的规矩 你必须把箱子还给我 那箱子 是我押镖的货物 怎么成了还给你 那就是我的东西 你必须还给我 那明明是皇宫里的东西 怎么成了流落于江湖 这就不是你需要明白的 再说 我是这一代的霸主 从这里运输的所有东西 包括人命 都必须得给我留下买入钱 这片水域 死过很多人 是你让鲜血把这片水域染了 白白 你就不怕哪天化作月灵 找你报仇吗 这个是啥 哪个地方没有杀人 在这一片天高皇帝远的水域之上 每天都有无数的人死 在饥荒中饿死 如果真有冤魂所命 那他们最该去的地方 就是紫禁城内 那座金碧辉煌的宫殿里 而我来到这片水域 成为了死亡航线上的霸主 就必须要杀人 就这样 我才能拥有让人拥戴的权势 杀人或许可以得到权利 但仁爱才能获得爱戴 力朝力戴 樊暴君之国国之必亡 我想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 所以你成不了水上的霸主 而是一代流寇 此刻霸主不重要 流寇也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把那金符快点给我还回 于情于礼我都不会给你 霍元甲 你必须给我 那你给我个理由 怎么办 谁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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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心来掌心的呀 报上明来 你是哪家脚行的 你的大把头是谁 我呀 是霍家脚行的 我的老大是天津的霍元甲 就你们几个 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我劝你们 还是早日的投靠我的老大 省得那天关门打极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刚刚开张不久的小脚行 也不问我我的是谁 这儿 是谁的地盘 你们知道本姑娘是谁吗 老板你是谁 看你如此好好无知 今天就让你扎点肉下 上 我还以为你们有多厉害呢 原来就这点三脚猫的功夫 也想打败我们老大霍元甲 我告诉你 如果你们想拿回自己的招牌 就拜我们老大霍元甲做老大 我才会把招牌还给你们 是霍元甲让你这么干的 本姑娘做事全凭自己心情 不需要看任何人眼色 想做就做 我之所以这样做 是因为 你们仗着自己是天津老牌脚行 就仗劲欺人 抢夺土地 谋取私利 还打伤别人 你们这样做实在是伤天汗衣 本姑娘今天就行侠仗义 替天行道 你先别得意 元甲不会放过你们 元甲 元甲是谁 你们干什么你们 我真的是他朋友 我跟你们再说一遍啊 我见你们大小姐 我跟他可是朋友 你们这样对我 等会我见了你们大小姐 飞扒了你们皮 抽了你们的筋 什么流云 我是雪阳号流云 大小姐 大小姐 本大小姐 什么时候沦落到 要跟你成为朋友了 不是 大小姐 我可总算见到你 我非是会连假想见哦 你告诉他 本姑娘没空 你快带我去见你爹 你找我爹干嘛 我爹 是你想见就能见的 我要是能见到你爹 我还找你干嘛 我告诉你啊 我有重要消息要告诉你爹 如果你不告诉他 这天天 要出什么惊天对地的大事 你可不要怨我 你能有什么重要情报 莫非要告诉我爹 哪家赌方 要出老千 你也太小小人了你 我元甲 那可是 干大事的人 我可告诉你 这个消息要告诉你爹 你爹官兽走都都没问题 顺便的 跟他提一提 给我在官府摩摩个差事 我也不要大了 我就在官府 衙门里当个大人就行 这天好像还没黑呢 你怎么就开始做梦呢 既然不是霍原甲的事 你也别跟我说了 我没兴趣 大小姐 我真的有很重要的事情 谁相信你 如果你都有重要事 那这天底下 就都是重要的事了 流令鱼 我告诉你 你这样会耽误你爹身棍的 到时候 我把这个小姐告诉你爹 你爹把这事办成了 到时候呢 赏我一万两黄金 一万两白银 我就能原谅你 本口说胡话 我看你啊 就是个骗子 大小姐 我怎么是骗子呢 咱们是朋友对不对 你现在就带我去见你爹 来 老大 别让他进来 大小姐 我也加油你们 需要你爹派人去救他 去 恭喜小姐 恭喜我做什么呀 这都是怎么回事 直立总督原家的原公子 来咱们府上提亲了 这些都是他派人送来的聘礼 老爷已经答应了这门亲事 两家正在商量 责任便可成婚 原公子 又是他 小姐认识他 鬼才跟他认识 把这些东西都给我退回去 听见没有 老爷 爹 你回来得正好 爹正准备派人去找 老你呢 你瞧瞧你这衣裳 弄得脏乎乎的 是不是在外边又跟人打架了 我才没有跟人打架呢 我那是行侠仗义 天津那几个老牌脚行 仗着自己资历朗 就撕拉同伙 伤人毁祸 要不然 就做些伤天害理的事情 把天搞得乌烟瘴气 又是为了那个火源甲吧 还不是为了火源甲呢 就算沙巴巴被欺负 我流流流也也不会做事不管的 我哪像爹呀 明知道有人被欺负 还那么冷漠 我跟你说多少 江湖上的事 他们有自己的处理方法 只要不出人命 就跟官府无关 既然官府不管他们 就由我流流也来天天心道 你是不是还放不下火源甲呀 就算放不下他又怎样 他已经有芷兰姐姐了 而且他们感情那么好 就算我现在去找他 那也是逃逃没去嘛 那也是逃逃没去嘛 没有关系最好 否则的话 我让火源甲在天津 没有立足之地 他无功再厉害 也就是一介五夫 他哪能配得上我的女儿啊 我给你看好了一门亲事 你呀 马上就要嫁人了 爹 我不嫁 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你说不嫁就不嫁了 爹以前就是太纵容你 现在变得无法无欠 从今天起 你在家家给我呆着 准备出嫁 爹 我不嫁 你非要让我嫁的话 那你台上花轿的 强强是女儿的身体 放肆 袁公公相貌人品 哪点配不上你啊 你不嫁他 还嫁嫁给谁啊 什么人品 什么相貌 什么学识 你在乎的 只是他人家公子的身份 说白了 你想是官官发财 就要卖你的女儿吗 你考得过我的感受吗 回来 谁人 把他给我抓过来来 大姐 是我呀 我这有很正的事 你怎么在跟我干什么呀 火源假身边的人 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 对呀 鬼的国家还帮你当朋友 他现在有危险 需要你爹帮忙 全家是不救 官家 他怎么了 他 这件事只有你爹能帮忙 你还早去见 那到底说不说 他到底怎么了 这件事事说大 说小呢 那就是我还在被砍头 说大呢 那可是关系到国家的存亡 我只能亲自跟你一遍明明 满罪话 那么想见我爹 自己去见见他 不是不是 大小姐 你可以不相信我 但是你不能帮我来见他呀 现在帮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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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 是 是 跟我又是关系 我又不是他老婆 他的事与我无关 哎哎哎哎哎 大小姐 怎么能跟你没关系呢 毕竟朋友一场 再说了 你不是最关系他了吗 好 好 你想让我帮他是吧 那你现在带我去见他 如果是真的 我就帮他 大小姐 我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今天事只有你能帮他 咱们进去 进去 你少废话 现在就带我去见他 不 大巴林 大巴林 巴林哥 跟着 大巴林 神家 快走 大巴林哥 我来救你 牛 牛 我来救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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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祸 我的祸 怎么又只有你祸 祸 你最好想清楚 该怎么回答我的问题 要不然 他可能就会变成 你这人 你绝对你 该想清楚 该想清楚是你 该想想这是你 你也不想想在什么地方 这个地方啊 今天是哪儿的 明天就是水的 今天叫大清 明天就叫大日本 你好嚣张 不是嚣张 是实力 你用一个假象 是骗到我们清兵叼招战 趁机逃跑 你跑得了 住手 想清楚了吗 把东西交出来 你先放他 你现在没有资格 跟我谈不见 心太深 你最好把我交出来 否则我都不不掉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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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们为什么想要那批货 他们本来就不属于我 我们想要的就是我的 那你们又怎么知道 那批货会何时出现 我们的探子遍布天津各国 甚至大街巷 马上就是你全中国 这么说官府里有人 一直在给你们暗宋情报 这是我们的本事 其实你别骗了 你什么意思 一直有人在利用你们 借你们混淆时听制造混乱 然后他们在暗中沧 背地早就把我带走了 我凭什么想起来 为什么每次都被别人抢先一步 去走货 螳螂捕成黄雀在后的这个道理 另外吗 那只黄雀一直在利用 而你们也只不过是一些棋子吧 这只黄雀是谁 我认为可能是宋天都 也有可能是王德信 他们其中一定有人想私自吞这批货 你先把我朋友放了 我可以不杀你 你不要在乎的阴谋楼欺击 我相信你说的话 咱们是可以交个朋友的 见顶 少女 不 算 意 和 看来你不达木你不罢休啊 你早就甘明白 这就是我们游戏 我明白的告诉你 那件东西是属于大清鬼的 你死也别想走 佛之都在日本 那应该是属于我 强盗我已经 如果你今天不交出来呢 先死的是你兄弟 然后是你 好好 那你看看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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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 你没事儿吗 没事儿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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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护原甲 我欣赏你的功夫 你要是把东西交给我 我保证你有 想不尽的余华富贵 你说你欣赏我们的功夫 在我大清的土地上 比我功夫高的人不计其数 如果你们还想活命 赶紧离开这里 我告诉你 就算我大清真的亡了 也轮不到你东洋人来统治 好 那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是真正的强大 好 我愿成如此类 你以为所欲人让人家交集之声 开口叫马 高声叫马 这里是全国皆民 你来强盗要进入 之中必送你 万里长城永不当 千里黄河水逃逃 江山修理 铁菜风铃 不过国家哪像山兵 冲开血肉 挥手伤马 要真理国家中心 请让国家再走健堂 每个人负旗齐鸣 张开眼望 小心看望 哪个人沉入子雷 你会为俗欲人让 人家交集日生 万一长城永不当 千里黄河水滔滔 江山修理铁彩锋铃铃 不过国家那像山兵 传开血路挥手伤马 要证明国家中心 请让国度再走践踏 真正的功夫高手 从来不是靠比武的输赢来决定 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功夫高手 你又是个叛徒 到什么时候了 现在别说让我当叛徒 让我没有罪言都行 好 看好啊 不允许是任何的激进 放心吧 霍元甲就要跑 行啊 第一时间 是